本文为腾讯新闻特约稿件,来源,懂懂笔记,在腾讯新闻独家首发,被经授权,请勿转载,为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。 据外媒报道,三星电子周二发布截至2018年6月30日的第二季度财宝。 财宝显示,三星电子第二季度营业利润达到14.78万亿韩元,约合133亿美元,同比增长5.71%,营收为58.48万亿韩元,约合523亿美元,同比下滑4.13%。 其第二季度净利润达到11.04万亿韩元,约合98亿美元,较去年同期的11.05万亿韩元,下滑0.09%。 这份财宝在意料之中,手机继续下滑,芯片保持生猛,将一个正在扭曲变形的三星,展现在人们面前。 由于芯片等非消费业务的增势,这份财报照看上去一片太平,甚至是充满活力。 但是,三星移动业务单机营收下滑20%,仅为24万亿韩元,214亿美元,这就不能不说。 三星经过今年两个季度的调整,仍然未能在移动业务上扭转局面,甚至从QR的数字来看,三星在移动业务上是个挣扎煎熬。 相信这无论是对于三星的高管还是员工,都是不愿意接受的事实,市场就是这么残酷,当手机成了三星的副业,这个曾在智能手机前几年高速增长中,总是能带节奏了三星,在移动业务上已经呈现溃败知识。 放眼望去,并无回转绩效,芯片生猛,手机成了三星的,副业对于移动业务的下滑,三星给出的解释是,几件手机Galaxy 9系列的销量持续地迷,对此,三星还对投资者警告着,价格竞争和新品发布,可能导致,下半年的市场环境继续面临挑战。 换言之,Q2三星移动业务的利润增长,走到一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,但这还不算完,随着友商的价格竞争和新品发布,三星移动业务的预期将更加悲观,下半年对三星移动的一个变量是,Galaxy Note9将会在8月9日于纽约发布,助为三星今年下半年的期间。 这款新机能否为三星败回一局?这一点恐怕连三星自己人都没有信心,从目前线录出来的信息看,Note9的外观,与Note8相比并没有质的飞跃,而友商的智能手机创新不断。 比如OPPO、Vivo的升降式摄像头,化为P系列的拉卡三摄等,相比友商,Note9仍然是按照三星老一套的打法来玩,自然是难以获得突破性的超越。 更让人责折的是,从目前财报数据来看,芯片等非消费业务发展是猛,移动业务俨然已经成为三星的副业。 这对于在手机、家电等领域,深耕多年的三星而言,似乎正在经历着扭曲变形的过程,来看看芯片业务到底有多生猛。 在过去两年多里,三星整体的业务增长,一股脑地倒向了芯片的非消费业务。 在2016年第一季度的时候,三星的芯片营收仅占英特尔的30%多,而利润上也与苹果差了不止一个道来。 而到了2017年一季度,三星的芯片营收已与英特尔不相上下。 在2017年的二季度财报中,三星半导体收入超过英特尔10亿美元,正式成为世界最大的芯片制造商。 今年QE,三星半导体的销售额为186.07亿美元,同比增长45.4%,环比增长1.6%,市场份额达到了16.1%。 与之相比,英特尔的营收则为157.45亿美元,同比增长仅有11.1%。 从刚刚发布的QE数据来看,英特尔本季营收为169.62亿美元,同比增长15%,净利润50.06亿美元,同比增长78%, 而三星半导体业务在本季的收入则达到了20.78万亿韩元,和192.5亿美元,营业利润为11.55万亿韩元约107亿美元。 不难看出,去年QE数据成为世界最大芯片制造商的三星,在芯片业务上连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,这与移动业务的连续下滑,形成了鲜明对比,创新发力,中国及引渡的市场, 均遭重创企业Analytics的数据显示,2017年全年三星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仅为2.1%,而在2017年第四季度,三星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只有0.8%, 这与5年前三星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曾高达20%相比,可为是一,各在天一个在等。 今年3月25日,三星移动部门负责人,Chico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,为中国市场份额下降向股东道歉。 他说,中国是一个复杂的市场,三星现在正在尝试不同的方法,来吸引这一市场中的新客户, 可指中国市场,在印度的海外主要市场,三星的手机业务,同样是盘筛前行,甚至是走到了苹果和华米欧利的加本之中,难以自由伸展。 如Counterpoint发布的报告就显示,近年第一季度,小米在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达到创纪录的31%,超过三星占据第一,而三星的份额下降来26%, 同时,Vivo、Open份额分别为5.8%,5.6%,占据第三,第四位,荣耀首次进入前五,份额为3%,最近三星开始发力印度市场,希望能扳回些市场份额,但在中国一众厂商的加本中,这个愿望看上去有些一厢情愿。 此前,三星在中国溃败的过程中,也是换人,换营销策略,几次反攻,结果是越来越差,自电池门世纪以来,三星的元气已难恢复。 随着中国,印度这些重要市场连续受到重创,相信三星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难以翻身,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,摆在三星面前不仅仅是在中国,引度等市场的溃败,核心问题是产品创新跟不上,拿不出让人怦然心动的新品。 诚然,三星是手机行业,少有的拥有全产业变能力的厂商,但是这种优势并未能集中赋能在三星的手机新品上,无论是今年上半年的旗舰S9,还是即将发布的Note9,都缺乏差异化的突破,既无法超越自己的前代机型,更也无法与有商的创新产品相比。 这样的三星手机,即便没有电池们的阴影,也难以在如今白热化的镜丁中继续保持增长。 这就像当年的HTC,在智能手机初期一级绝尘,成为市场的领导者。 后来智能手机竞争越来越激烈,而HTC的创新跟不上,采用近海战术,慢慢显出囤屑。 后来,因为与苹果的专利官司,HTC在北美等地区被禁售,这成为HTC手机业务坍塌的导火索。 键盘HTC的心衰,缺乏创新是根本原因,专利官司只是导火索,今天的三星也是一样,看上去是电池门之后一蹶不振。 但电池门只是导火索,根本问题在于三星手机创新乏力,一直没有亮眼的产品上市。 S系列和Note系列发布的新品,就如同套娃一样,丝毫勾不起用户换机的兴趣。 同时,在三星停止不前的同时,又商又好得太快,且不说全球研发投入最高的华为。 Note和Ulo已营销建厂的厂商,如今都已经可以用创新技术去引领新的产品潮流了。 这让拥有全产业力优势的三星情何以堪,扭曲变形,芯片,手机业务开始续恒三星,作为一家综合性电子集团。 无论是芯片,显示还是手机,均衡发展才是健康所在。 如今因为手机的业务都为你,扳成出芯片业务的风光,并非三星本意。 在业务的一生一降之间,我们以前认识的三星电子扭曲变形,业务开始失和。 三星去年成为全球收入最高的半导体公司,超过长期占据市场头把交易的领头羊,英特尔。 这对三星的投资者无疑是一项利好,但是对于三星本身而言,其实还是挺讽刺的。 因为,三星的基因里不仅仅有芯片,还有手机,家电等消费电子业务,而如今,仅仅依靠芯片来支撑能源。 不免让人为三星捏一饱汗,尽管可令芯片也饿不死。 但是,多年积累的手机业务,就这样像份额拱手让人,令人爆汗。 如果再仔细看一下三星的芯片业务,可能也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乐观。 三星Q2存储芯片业务营收增长33%,达到18.5万亿韩元,165亿美元,其中体半导体业务营收增长25%,达到21.99万亿韩元,196亿美元。 但是三星芯片这种超预期的增长,主要并不只是三星本身的芯片技术多么领先,而是在于过去一年多,Gram和Mana产存价格的急速爬升。 众所周知,Nenflash和Gram是存储芯片中比较常见的技术,而三星正是Gram和Mana市场上的领跑者。 换言之,三星的芯片业务,也是享受到价格上扬的红利,路透社此前就曾透露,三星每出售一美元的Gram芯片,就会获得70每分的营业利润。 保守的看,如果没有这种芯片市场价格标准的大环境,失去了手机业务领跑优势的三星,其实依然岌岌可危。 整体来看,芯片等非消费业务,占大头远背三星本意,相信三星宁可在芯片业务上增长慢一点,也不愿意自己的手机业务出问题。 然而,市场不会以三星的意志为转移。 接下来,三星势必会在手机业务上,继续寻求复苏机会。 但是,消费者不会给三星这样一个不应期,毕竟,无论是苹果还是华米欧丽,都是好的替代品。 谁会在手机已成快销品的时代,却等一台没有太多想象空间的新品呢? Z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